这个享军集团号称一年收入36亿的公司 如此欺人太盛 如果吃一餐饭就变成了这个炸雞饭 真的是很幸福 开开心心吃饭却被餐厅提告 宜然这对夫妻说 向旅行社买了餐券 9月全家人特地到台北吃大餐 结账时他们用餐券付账谁知道 被享军天堂告的炸雞 有时候我们吃饱王餐被告的炸雞 吃个饭搞得这么复杂 一边说有付餐券 一边说没收到 后来享军天堂承认疏失 主动打电话道歉并撤告 但是炸雞是公诉罪 不是你说撤告就撤告的呀 想跟民众和解 但和解书内容又太傲慢 他已经知道前面的问题是什么 是他们自己错 他们承认错误了 然后还用这种极尽羞辱的和解书来给我们 和解内容居然第一条讲 说我们吃饱王餐 他们不以追究 这种羞辱人的和解书 他们也敢拿 双方各说各话 到底有没有那张餐券 只能等待调查 但被指控吃饱王餐 夫妻也决定硬起来提告 我们不破买餐券 消费就要永远背负的炸雞前科 你们要商与我们的到不要名誉吗 突发中心台北报导 pues我们下辨询了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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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